真正作为企业家必须有这种境界 国家会因为有你而强大 社会会因为有你而进步 人民会因为有你而互助 我叫曹德旺 福耀集团董事长 同时也是福耀的创始人 去做计划博力的时候 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 中国人没有坐汽车 机口车进来 那个玻璃卖的天价 一片玻璃几千块 后来我认为这个是太吃费了 因为下周星期解决这个问题 既然中央号召有改革 有开放 总的有能先起步先走 那我就叫那找起来 我当初承包的时候 那时候不是为了赚钱 我们发出内心的 为中国人做运不利 那是坚持这个原则 那时候争夺的是日本人 跟台湾人在中国卖的那个市场 可以想象诺大难度 那时候整个中国我记得是有三百万辆左右的车 两三千个车型 一部汽车里面有好几片玻璃 那当他抹剧你又做多好 那这个客户存储难关 我第一台设备是进口的 八百多万美金 那时候一百多万美金是天大的数字 八九年就开始新的三年充满 找到大学生就往工厂上 所以都有他在工厂第一天 他要了一批真正能够做什么的 科兴计是我们现在都是自己的 如果自己的努力完以后 我后来变成全球汽车厂的供应商 那么当然必须在海外建策 汽车厂在哪里你必须在哪里 德国第一个 我印象在美国是五个州有五湯 变成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厂的时候 你指定表示谁最近呢 汽车厂最近 因为他参与设计的 比如说他提供的 也很感谢很多汽车厂 因为我是他的供应商 他也在配信我们 提到很多光辉的意见来我们改进 国际上所有知名品牌都是我们扯服 我们去年最后年了31亿 最后今年能够做到45% 我们很自豪地说全世界跟我同备的 有五家玻璃厂 他们加起来你呢不能够等于一个股票 我为什么能够发展起来呢 对于开放的政策 也对于改革 因为民营企业本身就是 展新了一个企业的载体 改革开放是跟民营企业带来是 是上面的企业 我们公司很多年轻人 80后90后呢 应该是占百分六七十吧 我们跟员工朋友呢 卫国人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但是他会叫你是中国人 你找出国名是代表一个国家在这里 因此一直到应该留意 然后再来一个好的一个 品牌的第一品是能品 第二品是产品 第三品呢是品质 第四品呢又品味 就是结文法 我坚定地相信我们古代人的一句话 天道超勤 天道超难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